这个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叫做reward shaping的概念 什么是reward shaping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学到的东西是 我们把我们的actor拿去跟环境互动得到一堆reward 那把这些reward做某些的整理以后 得到这边的分数A 有了这边的分数A 你就可以去教你的actor该做什么不做什么 但是在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 我们很怕遇到一种状况是 假设reward永远都是零的时候怎么办呢 假设多数的时候reward都是零 只有非常低的几率你会得到一个巨大的reward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假设reward几乎都是零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你今天这个A不管怎么算 都是都是零 对每一个action都是差不多的 反正不管执行什么action得到的reward都是零嘛 所以执行这个action执行那个action根本没差 那如果不管执行什么action reward几乎都是零的话 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去train你的actor 那讲到这种spot reward的问题 也许有人马上会想到的是 下围棋也许是一个spot reward的问题 因为在下围棋的时候 你每落一指 你并没有得到reward 你并没有得到positive或negative的reward 只有在整场游戏结束 落完最后一指的时候 在中盘 在落完最后一指游戏结束的时候 你赢了才会得到positive的reward 你输了才会得到negative的reward 但是我觉得相较于有一些其他任务 这个下围棋还算是比较有reward的RL的问题 举例来说假设今天的问题是 你要交机器的手臂去酸螺丝 交机器的手臂酸螺丝这个问题啊 你合理的reward的定义是 假设今天机器的手臂成功把螺丝拴进去 他就得到positive reward 没有把螺丝拴进去 reward就是零 但是你想想看 一开始你的机器的手臂 它里面的actor的参数是随机的啊 所以他就在空中随便挥舞 怎么挥舞 reward都是零 不像是下围棋 你至少整场游戏玩完 你还有正面的或负面的reward 而像机器的手臂 你要叫机器的手臂去酸螺丝 除非他正好非常巧合的拿起一个螺丝 再把它拴进去 他得到正向的reward 不管他做什么事情都没差 得到的reward通通都是零分 好那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怎么办呢 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有一个解法 就是我们想办法去提供额外的reward 来引导我们的agent学习 也就是说在原来的reward 也就是我们真正要agent去maximize的reward之外 我们在定义一些额外的reward 我们定义这些额外的reward 来帮助我们的agent学习 那这种订额外的reward来帮助agent学习这种事情呢 就叫做reward shaping 那你知道我们人呢 其实也很擅长做reward shaping 举例来说 这让我想到一个 这个妙法莲华金中的故事啊 这个故事呢 出自妙法莲华金中的化成玉品 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领队 然后带一群人呢 去找宝藏 然后宝藏呢 在500游巡之外 那游巡是什么单位 我也忘了 那你就记得 你就当做很远就对了 就当500万公里之外 然后呢 这群人呢 走到半路 已经过了半途了 觉得很累 不想再往前走了 那大家就坐在地上哀嚎 不想再往前走了 那领队看大家不想再往前走 怎么办呢 他就跟大家说 再往前10公里 有一个五星级的饭店 大家就可以去休息了 大家就看到五星级的饭店 就很高兴 就去休息了 然后隔天早上 饭店就不见了 而领队说 那个饭店呢 是我用法力变出来的 那领队有法力 那饭店是领队用法力变出来的 然后为了鼓励大家再继续往前走 免得大家半途而废 这个妙法连华金说这个故事是为了表示说 佛最后希望大家成就的是佛道 但佛道非常的长 所以中间呢 设了小圣中圣大圣等不同的位阶 来引导大家前进 那如果对应到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就是 比如说现在叫你念博士 你可能觉得 你要博士毕业才能够夺博 拿到博士学位才能够得到reward 那你就会觉得 哇这个路呢非常的长 然后就不想要念博班了 但是如果告诉你说 你先修个课就可以得到reward 然后做一点专题 虽然可能也没有做出什么厉害的成果 但老师就会说你好棒 你也得到reward 然后最后先发一个 second tier的conference 得到reward 再发表top tierconference 再就得到reward 然后最后你就可以博班毕业 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最终你就可以达成最终的目标 这样 那这种地方也要业配念博班 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 不过没关系 反正这门课快结束了 要在业配也没几次了 好那这个呢 就是reward shaping的概念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举一个reward shaping 真正实际使用在RL里面的例子 给大家参考 那这边举的例子呢 是用Viston来跟大家举例 那因为怕大家不知道Viston是什么 所以这边呢 还是放一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Viston啊是一个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 那蛮常有人用RL来玩Viston的 那以下呢是一个Viston用RL来玩Viston 用机器来玩Viston这个游戏的这个比赛的录影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的录影 长起来像这个样子 这边的每一个选手啊都不是人哦 每一个选手通通都是机器 所以你仔细看一下会发现说啊 有些人的行为很奇怪 比如说右上角这个人 他还蛮容易卡墙的 右上角这个人还蛮容易卡墙的 他在撞墙壁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个人他是一个机器 好这是让你知道一下Viston大概是什么样的游戏 那这个影片非常长啊 他是一个长达两小时的史诗级的战斗 你有兴趣再慢慢把它看完 好在当年那个Viston的比赛里面啊 第一名的队伍就有用到了reward shaping的概念 那在Viston这个游戏里面 你被敌人杀掉你就扣分 你杀了敌人就加分 但如果你光凭着这个游戏里面真正的reward 来训练agent 你是很难把它训练起来的 所以呢 在这篇文章里面就使用了一些reward shaping的概念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定这些reward的 举例来说这个第一点呢 我们等一下再看 我们先看第二点 第二点他说 如果今天有扣血 那你就得到负的reward 那其实在游戏里面 扣血并没有惩罚 扣血并不会扣分 你要死掉才扣分 但是如果机器要到死掉 才知道他得到负的reward 那可是他可能要花很久的时间 才能学到扣血跟死掉之间的关联性 所以这边直接告诉机器 不可以扣血 扣血是坏的事情 好 然后这边是如果损失弹药就扣一点分数 然后减到这个医药包就加分 减到弹药的补给包就加分 那这些事情在游戏里面是不会影响分数的 但是我们人 我们developer另外强加给机器来引导机器学习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比较有趣的reward了 举例来说 他说如果你的agent总是待在原地 那就要扣分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reward呢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reward 对agent来说 一开始他非常弱 他出去的时候 随便走两步就被敌人杀死了 所以对他来说 对一开始很弱的agent来说 可以得到比较高reward的做法 也许就是待在原地 待在原地至少reward是零 那出去碰到敌人 还要被扣血 那夺华不来 所以为了避免machines 最后什么都没有学到 就只会待在原地 所以强制告诉他说 你只要待在原地 就直接扣分 然后还告诉他说 如果你动 就给你一个很小的分数 这边你只要每动一下 就给你9乘以10的负次方 一个非常小的 但是是positive的reward 好 但是光是要求机器动 是不够的 所以这边就多加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reward 这个reward是 每次如果agent活着 agent每活着 他就要被扣分 你可能觉得很奇怪 活着不是一件好事吗 为什么活着 反而应该要被扣分呢 那是因为假设 现在活着 没有扣分 或者甚至是一件正面的事情 对agent来说 他会学到的 可能就是边缘OBR 你虽然有要求他动 那你要求他动 没有关系 他就在边缘一直 自转就好 他在边缘一直转圈圈就好 然后看到敌人就躲开 不要跟敌人做任何的正面交锋 那对你的agent来说 也许这样是一个最安全的做法 但是为了强迫agent学习去杀敌人 所以反而告诉他说 你只要活着 就是扣分 你要想办法 不可以活太久 你要想办法去跟别人交手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reward shaping的方式 那看到这些reward shaping 你就会发现说 reward shaping这件事情 其实是需要花domain knowledge的 它其实是需要凭借着 人类对你现在环境的理解 来强加上去 那今天再举另外一个reward shaping的例子 假设你今天要训练一个机器手臂 那这个机器手臂的工作呢 就是把这个蓝色的板子插到这个棍子上 那像这样子的任务 你要凭着RL的方法 让机器凭空学会把蓝色的板子 插到这个棍子上 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你可能会想到一个很直觉的reward shaping的方法 是假设今天这个蓝色的板子 离这个棍子越近 那我们得到的reward就越大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会发现说 单纯让蓝色的板子离这个棍子越近是不够的 为什么让蓝色的板子离棍子近是不够的呢 你可以看看这个像右边这两个case 机械手臂也是想把蓝色的板子挪进棍子 但它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去打那个棍子 然后从侧面接近 从侧面接近是没有用的 把蓝色的板子从侧面接近棍子 并不能够达到你最终的目标啊 所以如果我们单纯只是说 现在你的蓝色的板子离这个棍子越近 它的reward就越大 你用reward shaping的方法 把蓝色的板子跟棍子之间的距离 当做一个新的reward 但可能对你最终想要解决的问题 本身是不一定有帮助的 所以reward shaping这个东西 你在用的时候必须要小心 它需要你对这个问题本身有足够的理解 你才有办法使用reward shaping这样的招数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有没有同学问问题的 好 目前没有同学问问题 那我们就继续啦 那reward shaping里面 有一个特别有趣而知名的做法 叫做 curiosity based reward shaping 也就是给机器加上好奇心 给机器加上好奇心 什么叫做给机器加上好奇心呢 所谓好奇心的意思就是要去探索新的事物 所以在原来的reward之外 我们加上一个reward 这个reward是如果机器它在活动的过程中看到新的东西 它就被加分 但这边呢又有一点要强调的是新的东西必须是有意义的心 不是无畏的心 什么叫做有意义的心 不是无畏的心呢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解释 好那这个curiosity based的 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 它来自于ICML 2017的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非常惊人的demo 那我们来播一下这个demo 有侧 moderator的编 ku screams second Ω 这个 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稍微解釋一下刚才那个影片的意思 刚才那个影片的意思是说 我把它停下来 就是他让机器玩马利欧 那他甚至在马利欧这个游戏里面 没有任何的reward 他甚至没有告诉机器说 破关就可以得到positive的reward 那其实你告诉机器破关可以得到positive的reward 也没用了 这种reward太spath了 大概很难拿来训练的agent 他只告诉机器说 你要不断的看到新东西 那光是这件事情 就可以让机器学会破马利欧的其中一些关卡 那当然这样子的方法 也许对马利欧而言是最合适的 你知道马利欧是横向卷轴游戏 那你要破关就是要不断的往右走 那机器他要看到新的东西 就不断的需要往右走 所以机器会光借由careacity这件事 就可以学到破解马利欧的一些关卡 不过他有尝试说训练在前面几关 然后直接测 直接把agent放在地下的关卡 然后就发现说做不起来 在地下关卡还是要微调一些nevo 微调一下nevo才做得起来 好那这个影片还有后半段了 我们 我们直接从某个地方开始看好了 他接下来是 他直接接下来是直接拿 叫机器去玩那个Vistoon 直接叫机器去玩Vistoon 我们来放一下Vistoon的部分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好 那最后那一个背景 有一堆杂讯 有点像是那个电视机 坏掉那种杂讯的那个画面 你可能有点不知道 他这个影片想要表达什么 那那个部分就是 我想要 我刚才在最前面讲到的 有意义的新这件事情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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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义的新这件事情 就是假设我们要求agent 要一直看到新的东西 那如果你的画面背景有一个杂讯 那杂讯会不断的变化 所以对agent来说 杂讯是新的东西 也许他就不会学到 去探索新的环境了 反正光站在那边看杂讯就够了 他会觉得他不断的看到新的东西 所以其实在curiosity based的这个 RL里面 也有想办法克服这种 没意义的新 这种看到杂讯的问题 至于实际上怎么做 那你再参考他的论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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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